我才知道海關 海關要收很多東西 對啊 很累的 我們只是說 我們沒有挖出來而已 你不要以為他沒有勾結不可能 所以才會有瘦肉精的牛肉也進來 不能進來也都進來了對不對 好 那個很經典 你剛才說那個故事很經典 那個抽屜打開就一定要有錢 對 如果這個錢要退回去的時候 他有一個狀況說有人真的不收錢 不收錢變成大家聊天的時候 那個人一進來的時候大家散了 所以我想我被孤立了 然後剛開始收兩次的時候 我覺得我不要 我要退回去 他說這個你知道 以後事情就會很難搞定了 然後最經典是什麼事情 最近通關 很順 不會被刁難的 搞了半天那些錢不是 那不是說我做壞事 我去送錢 他說你沒做壞事 我去刁難你 最後結果你通關 你就是要給錢 說現在每個人臉上帶著微笑 這個關 按照這個報表來走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不是說今天是因為你付了這些匯款 事情變順了 是公務機構透過跟你強制的檢查 讓你很麻煩收到這個錢 這個比貪賬 王法更重要 所以連這個錢都 今年收3000萬 對 而且現在連什麼 連官員嗎 不是 就是所有的 一年收了3000萬 我記得涉案人好像是38個人 對 都什麼人 這都委隊收來 都什麼藏衣給他 進口衣 因為那個有什麼查契課還有什麼課 總共兩個課 來這邊哪有毒品 不曉得 結果就不曉得了 就是說第一個他們爭取的是時間 我送錢我可以快一點 另外一個如果有非法 搞不好他們就不查了 或者是故意大家有默契的去抽 去抽那種我跟你暗示安全那些地方 有做記號的 你查那些有安全的 我這些可能非法的你不要查 這樣子 總共一個人大概平均100萬 其中有一個信基督教的 他說他去那些 檢察官的信任內存 他拿著聖經一直哭 我不收不行啊 就沒工作 所以他每一次收的時候 一定都是這樣 錢一收進來就這樣 那個故事是這樣 他去警察官說他心中非常愧疚 他說他現在不唱聖詩 他沒有辦法活下去 所以他一定要背下詩篇 才去面對法官 然後因為法官的時候 就整個狂哭說 當時的狀況是 我有跟上面報告 我不要拿這個錢 但上面跟我壓力是說 你不收這個錢 你大概沒有辦法和諧 每個人跟他臉是 你收不收 你收不收 最後只有收了 這種奇怪 所以連這種事情都幹的時候 收黑 有捐出去嗎 他們現在有幾個人 我不知道有沒有到教會捐出去 不知道上帝收不收這種錢 上帝應該不在乎 上帝負責寬恕你 我跟你講 我認識一個在報社 當一個地方特派員的一個朋友 一個人 然後每到選舉的時候 政治就會來給政治獻金 然後政黨也會給政治獻金 一定都是找特派員先給他 可是特派員就知道說 我不能擋人財路 可是我就是不收 因為他如果擋住了底下的人分不到 所以他就說我不收 你直接給他們 那擋住我不知道 只有這樣子解決 對 好 我們等一下繼續聊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那個人就是王葉豪 王葉豪嗎 就沒有 這是交通部長說的 因為最近演說一直出發 交通部長是講狠話 如果你再出包 我年底就解約 可不可以解約 可以 合約規定可以 合約規定可以 所以沒有225萬 他就可以解約了 對 我要抓住的就是這個 你再出包 我問你什麼叫再出包 這是定義 可是洪宜 我覺得交通部長 他還是跟上禮拜講 要遠通加費奉還是一樣的道理 當然你可以解約 可是他因為當時定的 我是稱他為不平等條約 所以他的解約條件非常的嚴苛 怎麼講 他有任何的爭議 要先透過一個調解委員會 這個調解委員會的委員 遠通有推薦代表 交通部有推薦代表 有所謂的地上方公正人士 根據幾次剛剛在問說 為什麼前幾次罰款都罰不了 因為在調解委員會就處理掉了 因為交通部說 不行你違規我要罰款 那你遠通你就提調解委員會 兩個人就去喬 在裡面就喬了 到底喬的內容是什麼 喬的經過什麼 我們通通不知道 那就好啊 那就算你有誠意我就不罰了 到最後是因為社會壓力太大 所以去年的7月 他才會一次罰4億0400萬 結果遠通很聰明 他說他知道這是調解不成的 直接到法院提名示訴訟 債權不存在 現在還在打官司 怕他當時不知道嘛 好 你交通部要解約 第一 你交通部準備好沒有 你如果真的確定年底要解約 你現在開始訓練了 因為那個不是說 遠通做到昨天 然後我今天開始接手 就可以接手的 你有沒有準備 就是說你人有傳不 第二 你有沒有後面的 法律的途徑 因為遠通一定跟你走法律途徑 你有尊筆後 你有沒有找律師 懂合約的人去研究說 我到底解約 萬一到時候解約不成 還被遠通告一筆國家賠償 你還不夠稀 所以我覺得大家很生氣 但是交通部長 你不可以跟我們意氣用事 沒有 您的話 他是因為壓力很大 在立法院被大家逼的那樣 他才用這樣的話 叫以後代變 然後就嘴巴講得很大聲 像是沒有牙齒的老虎 這個我跟妳講掐子一算 過去因為我每年有金鐘獎 以前都有新聞局局長上台 每個都好珍惜 因為明年就看不到他了 從姚文治以下 對不對 就是只有做一年一任 包含有一年是葉俊斌 是不是葉俊斌 蘇俊斌 對不對 蘇俊斌 我一直好珍惜 我說你明年再來說 按照這個壽命 好像都只有做一年了 我就趕忙著在他 他在的時候 趕快把一些想法跟他講一講 所以這個事情解約 搞不好年底他已經被這部分了 懂了嗎 知道了嗎 按照台語的句話 所以他幹嘛負責任呢 按照台語就要叫臉蕭圍 你今天如果這句話 那你就開始做什麼動作了 好 那那個閘道怎麼處理 你要講清楚 你有沒有做好高速公路 沒有遠通的準備 或者說他沒有遠通 沒有人收錢那種貝 因為現在對於遠通 從頭到尾所有的問題 我們今天把你現在所看到的問題 很單純的就是一個問題 是他架在高速公路上面 如果那個閘道不是建在高速公路 是建在所謂的閘道口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請問觀眾朋友 你有出國去看 出國的確也有所謂 你可以選擇所謂的 就是ETC付費 但是你一定有個是收費的 有人工 為什麼 因為有人就是我不要裝 我自由意志 我就是不要裝不行 但是奇怪 我們台灣就是 你一定要經過 就是這個不收費的 沒有這樣搞的 因為像是中國 中國購共產黨的 那個是獨裁 對不起 他也有所謂ETC通道 也有人工收費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真的沒想到 台灣經過自由化那麼久 高速公路已經蓋得 比別人都更早了 怎麼會到這個年頭來 還學得人家半功夫 而且還有強迫 每個人都不能付費 這是什麼鬼 為什麼遠通的電收系統說 三小時會遭到 82億次的網路駭客工作 那個其實刑事局 有點懷疑那個說法 因為刑事局的電腦專家有講 他說他很懷疑 遠通82億次是怎麼算出來的 他當然他話沒說 以前他像美國五角大廈 因為他話的 他話的沒有講得很白 82億次 三小時 我是覺得刑事局的那個 因為刑事局其實有一個針灸隊 針灸隊是專門負責電腦犯罪的 裡面其實很多電腦高手 他們都覺得說82億次不太可能 當然他沒有講 但是我在研判 葉月主席 攻擊他幹嘛 有駭客攻擊他這是事實 當然攻擊的理由很多 第一 有可能是不爽 對不對 我是用路人 結果我看你搞成這樣我不爽 剛好我又是電腦高手 我就整你一下 這是一種可能性 另外一種可能性就 比較嚴重就是他要偷個資 裡面有500萬筆個資 那個偷來不得了 你一輩子可能就靠這500萬筆個資 可以養你一輩子 你看你要賣給誰都可以 所以翻牆就過去了 對不對 所以他有很多種可能性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說 第一 你遠通 你明知你掌握500萬筆車主的個資 這裡面有什麼 有身分證字號 有姓名 有車牌號碼 有車型 你的防火牆怎麼會 隨便一個駭客 就可以衝破 不止這個 這整個系統最厲害的地方 你說那些個資其實信用卡公司 什麼也都有 最厲害是讓你的車子 對 哪一天 你每天在幹什麼 對不對 你經過什麼樣的路段 講誇張一點 你車上有沒有在小三 都拍得清清楚楚 只要是小三做前座的話 拍得清清楚楚 因為他連你有沒有系安全帶 都可以拍到 這個有多增加錢嗎 這樣有多賣錢嗎 當然有啊 有周刊問嘛 那個角度上面的確是可以拍得很清楚 因為他連有沒有系安全帶 都可以拍得很清楚 重點的話你今天講出來以後 出來的小三都知道要坐後座 坐後座 我覺得遠通他公佈這個訊息 事實上他是這個東西 已經被認定叫做 具有攻擊性的駭客 他說這是非常嚴重的第三級攻擊 但是基本上 並沒有突破他的防護網 目前沒有訊息突破 他在講這件事情之後的目的是什麼 那是遠通說的 那是遠通說的 是不是你相信嗎 我的重點他其實是在說明一件事情 他在說明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其實他的防護網核足夠 所以不用擔心 他的資料是不可能的 因為82億這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我們的國防部每天都在講 中共的這個所有的底細 都在我們的監控之上 對 我的背帶可以描到對面 遠通一開始講說 他只攻破第一層網路 但是第三級是誰講 是張善政講的 張善政是誰 行政院政府委員 他以前是台灣地區Google的總經理 所以這個人對網路他是瞭解的 為什麼遠通一開始跟我們講說不嚴重 可是我們的政府委員 竟然講說這是第三級 因為電腦攻擊政府只分四級 第三級已經是倒數第二嚴重了 所以我當然不相信遠通講的 世界最被駭客攻擊最厲害的 兩個地方是哪裡你知道嗎 剛剛講五角大架 一個是美國國防部 一個是中國的國防部 對啊 兩邊互相攻擊 因為這兩個夠強大 然後這個大家都想入圈 知道你的機密對不對 如果我們這個是三小時 受到82一次的攻擊 這是非常嚴重的第三級攻擊 我想裡面應該是有重要的東西 要不然為什麼我要發動 那個嚴重的第三級的攻擊 照理說 如果你那裡都不重要 我幹嘛去攻擊 對不對 有保障 不然幹嘛那麼 而且你知道他那個攻擊的下場 因為我從 那個礦山裡面都沒有礦 然後我要花動多少錢去挖 因為遠通的新版的智慧手機用的APP 是在 他是12月30號開始上路 你說遠傳 對 遠通新的智慧手機用的APP 他是大概12月31號就上線 我從上線第一天我就下載 一直當機當到大概1月6號7號 後來才知道說原來是被駭客攻擊 你想想看 如果照遠通講的 那個只是第一級的不嚴重的攻擊 為什麼你的APP會當掉這麼多天 甚至連網站都連不上去 對 網站也當了 對 所以我真的是懷疑 我比較相信張善政講的 那是很嚴重的第三級攻擊 以前台新銀行有一個副理 他去公佈了那個 邱毅仁 我記得是邱毅仁 就是查國安密障安亞莊案的時候 他花了一筆錢 好像是十幾萬 買了一支筆還是什麼 因為邱毅仁喜歡收集筆 那個副理就認定說 這個就是公款 這個應該是貪污 一個公務員不可能花那麼多錢 去買一支筆 他就把它拿給一個立法委員 到電視上去去計畫 這個人後來他被 應該是被隔止 有沒有被法辦 老實講 我不曉得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 不要小看我們的個資 如果這個資料可以這樣賣 其實如果我是花旗銀行 你所有的信用卡資料 我如果拿去賣 那不得了 因為你在哪裡消費 你的行資 你的花錢系統 你的什麼東西 全部被揭露 而且你的消費習慣 你在哪一國消費都知道 對 以前的電影全民公敵 就在演這個 就是他因為一張信用卡 所以被追 一直追 我覺得這個副理 真的太不了解邱毅仁 喇叭在整個圈內都很知名的 就是他是收集筆的 我跟你講他有好多古董筆 是以前很便宜的 不貴的時候買的 要翻倍了 他賣一支再買新的都可以的 所以講他這個 說邱毅仁什麼都可以 但是說他貪污 這個是不太可以的 國安會秘書長一個月薪水 30幾萬 買一支10幾萬的筆 我覺得他不是滿貴的 如果他貪的這樣子的 按照廣東話叫 撥滿盆滿 OK 就是他去種那個絲瓜 現在還種檸檬 種番茄 現在在日本 講學 日本講學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我吃過他的絲瓜 檸檬 番茄 番茄不怎麼樣 你的音樂跳在送你 新聞 畫畫畫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遠通我們現在就是 拜託立法委員盯緊一點 然後大家就是公民運動 看能不能造成一個聲勢 否則我們真的是 無可奈何